大家好,这个是梅西,没有在香港上场,结果跑到日本去立马上场的发言 怎么说呢?这对香港来说简直就是啪啪打脸 他在香港不止没有上场踢球 而且是故意的,刻意的避开和港府的高级领导人握手 也不跟你玩,梅西,这就是梅西 真的是越来越让人喜欢的 梅西其实他真正意义上来讲 他不简简单单只是一个运动员 国外很多运动员,运动员明星 他其实不像是中国的那种运动员 中国的运动员就像是那种接近于机器的那种 他们就是从小就大概就在初中左右 初一初二左右就开始挑人 就是各个省队里面去各个中学挑人 挑个好苗子去省队里面学习 去训练 然后国家队就从省队里面挑好苗子 都是这样挑 就是被挑上去的人 他们的学习就是能应付就应付 他们的文化成绩 就是能应付就应付的那种 就是他们说的难听点 就不怎么像那种有文化的人 就基本上来讲就是能识字吧 就是这种水平 他们不会有什么独立思想啊 就这种那种 像那个网球运动员 有一个运动员叫张什么来着 但他属于特列 他还能说偶尔能说出一两句那种名言 就是女的啊 就是属于特列 就是几十万运动员当中 就那么出那么一两个那种人 就是像国外的运动员 很多他都是有那种很明确的那种 社会性的政治性的主张 就梅西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他不仅仅是说在香港拒绝港府的那个官员 跟他合影 他甚至拒绝阿根廷总统 就阿根廷前任总统 跟他合影 是在2022年 还是来年 2022年 2022年的时候呢 阿根廷夺的世界杯 全国狂欢 他们就是 回国之后 就是一路游行上 就是一路狂欢 游行的路上 接到总统的电话 说你们到那个那个总统府来 我们见个面子 怎么怎么样 接到电话之后 梅西半路叫了一架直升机 人家跑了 把总统亮在那里 人家不管你了 这就是梅西啊 但梅西通恨他们国家的那个 那个那个前任 前任总统 那个无能的那个叫什么 负尔兰都 负尔兰德斯 我这里有信息 负尔兰德斯 他为什么偷恨他呢 就是因为 2020年的时候 疫情的时候 梅西自己出钱 买了一大批那个呼吸机啊 那个药品啊 拿给国家去 去救急 结果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总统呢 为了 让自己多挣钱嘛 无非就是为了 让自己多挣钱嘛 破就是 就是不让那个 那个梅西的呼声 比他 比自己个 比他这个总统更高 他就把梅西 专政的这批物资扣押了 扣押了整整半年 在阿根廷人最需要的时候 没有用上 就是 就是这个总统干的事情 你说这个总统 多么小心啊 就是为了压过梅西一头嘛 就是不要让梅西的声望 盖过自己嘛 他就干 一个总统干这种事情 梅西就 就恨上这个总统了 从那之后 梅西恨上了这个总统 说 在他们夺得世界杯之后 总统打电话说 要在总统府见一面 梅西 搬弄 坐执政机跑了 这就是梅西 就是 你了解过 真的了解过梅西 你就觉得这个人 越来越让人喜欢了 即便我不怎么喜欢足球 但是梅西这个人 你就看他做的这些事情 是吧 咱们也觉得 梅西这个人 真的值得大家喜欢 就不像那些 香港里面那些 那些演艺明星也好 就是最近挨骂最多的是 刘德华 之前就是那个什么 之前那几个就 就不提名字了 哎呀 反正就是 就是为了钱 他们可以出卖一切的那种 就是 不值得大家喜欢 就不像人家 什么发歌啊 还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一笑一笑忘了 就不像发歌他们那样 是吧 人家不为钱 去做这些事情 人家就是 我 看陈农这个人不爽了 就可以聚着跟他合作 老子不认这个钱了 当然 刘德华做不到 所以说刘德华这些挨骂 哎 他也该他挨骂了 是吧 然后港府这次呢 就是特意的组织了这样一场活动 他们其实 邀请这个 对跟香港明星队搞所谓的商业表演赛 其实 香港特区政府 他并不是说 看 把他这个当做一个 一个 一个普通的 那个表演赛 他们就是一场 妥妥的一场 那个 那个 政治表演秀 是吧 特首 还有几大首富 还有什么 那个 那个 各个部门的几大官员 都全员道场 据说是 据说是全员道场 我也没去数过 全员道场 这就很典型的 这个就不是 不是那个 体育表演了 这个就是一场 那个 港府操作的一场 一场政治秀 可惜秀翻的车 那梅西不配合你 也是来搞体育比赛的 你港府这么多人 跑这来干嘛 也不陪你演了 这就 这就 这就很典型的嘛 是吧 也不陪你演了 港府 这个自从 那个叫 那个什么 国安法之后 就是 香港政府的 在 国际上的 那个形象 是吧 这个是 跌入谷底了 就跟香港股市一样 是吧 连跌几年 就没直过腰 都跌得没脸见人了 是吧 梅西拒绝出场 也很明确 是吧 你们这个 你们这个 这样搞 就跟他们 就跟他看 就跟他 那个 那个 看不上 他们自己国家 阿根廷的政府 总统一样 是吧 他们 梅西连自己总统的脸 都可以不给 你何况 你只是一个 是吧 你花钱请他们巴西队来 请他们阿根廷队来表演的 一个 一个这么一个 地区政府 这么一个城市的 现在只能说 他只是一个 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了 他 国际上应该是 他原来所享有的那些 外貌啊 政治上的 各种特殊地位 逐步的已经被 已经 已经 逐步的在失去了 不会再有了 最起码 短期 那种 十年 二十年 真的 是不可能再有了 梅西拒绝出场 是吧 嗯 什么 特区还 特区政府还 特别邀请 梅西上台致辞 人家梅西好像 是没去 什么 财政司司长 文化体育局 旅游局局长 握手 梅西都 故意 避免 避免跟这些官员握手 绕着他们走 商场呢 有一段那个视频 梅西是绕着他们走 双手插头 故意的不跟他们握手 我个人感觉梅西这个越来越值得人们 越来越值得人们去喜欢 他们还想搞什么 通过这样一场策划 搞什么所谓的亲民秀 秀翻的车吧 是吧 只能这样说 他们自己把自己秀翻的车 港府已经 他们还有脸说 要求梅西和 那个主办方道歉 还是个霍启刚 说的 他作为首富 他还说这种话 人家为什么来道歉 是吧 人家把那个 据说是多给了1600万 专门要求梅西上场的 人家没上场 人家已经把钱给退了 人家那1600万已经给退了 人家就是不上场 我退钱给你 人家就是说 你要指着人家违约 那也没办法呀 人家把钱给退了 你还能指着什么 人家就是不道歉 凭什么给你道歉 再看人家到日本之后的发言 再看看人家在香港的表现 就是说 人家不仅在日本 都专门登台发言 专门登台上场踢球了 而且踢得很好 而且看不出来 有伤病的那种那种样子 人家还专门发言了 还专门讲述了 假模假样的 为了之前的那个事情 道了个歉 只能说 港府啊 要自我反省 不要总学着 学着那个 谁一样去 总去挑别人的毛病 你挑别人的毛病 你自己永远都是那个样子 是吧 你只有 学会自我反省了 才会像 才有可能 重回以前的光辉 不过我个人不抱什么希望 是吧 就是我 就是我的头发掉光了 或者白完了 都不一定能够看到香港 重返 往日的辉煌 就是我很悲观的认为 我还是那个观点 就是 真正的独裁国家 只要不对外发动战争 它完成所谓的民主变革 几乎是不可能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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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集权 不像原来的集权 啊 就是完全的彻底的压制 现在的集权 甚至包括了数字管控 是吧 以前的独裁国家没有吧 是吧 你不要说啊 他独裁 他经济垮了 他的政权就会垮 不会垮 你看 最典型的就是伊拉克 伊拉克 他在国内 是吗 他的反对者被 被 他用毒气弹去对付 他的反对者 整村整村的屠杀 男女老幼 父女小孩 一个不放过 那个乱葬坑都 都多少个 多少 几千个 几十万人死在里面 国际社会能怎么样呢 国际社会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这刚好只不过是因为 啊 他屠杀搞习惯了 他觉得也可以去邻国 秀一下肌肉 就把自己给秀死了 他如果不对邻国动兵 不对邻国用武 他只是在自己国家内 搞屠杀 搞毒气 谁能把他怎么样呢 谁又能把他怎么样 谁又会去把他怎么样呢 他可以勇士的 独裁下去 就像三胖他家一样 就像那个 那个威力人家那样 一代又一代 就像白俄罗斯那样 一代又一代 所以说 这个话肯定很多民主人士 不愿意听 但这就是他妈的事实啊 你不愿意听也没办法 你不要以为啊 唤醒了人民 人民就能怎么样 唤醒了人民 被唤醒的那些人 只会处在长久的痛苦当中 他们改变不了什么 他们除了逃跑 除了润之外 并不能改变什么 这就是事实 感谢大家听我呼吱 感谢大家听